可能是一個很不適的時間 我們來一個狗為鳥的Pokemon節目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卡比日報 我由今次決定不再叫Pokemon Go PPP大學 因為節目名字很複雜 一律什麼都稱呼卡比大學就算了 不就是次善卡比日報就算了 但我會維持不講粗口 因為可能有洗蚊仔看 今天想跟大家說的是 為什麼非官方的Pokemon Go PVP比賽 反而會是主流呢 很多人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會直覺覺得 有比賽當然是官方搞的 正確一半 其實是個個案 什麼意思呢 如果以傳統Pokemon遊戲來的 的確是官方搞的 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遊戲的比賽 是由一個第三方的組織去搞的 Pokemon的正傳 就是Pokemon自己搞的 Pokemon Go的PVP比賽 是由一個叫做 現在畫面看到 中間那裏 由一個叫做The Sealth League的組織去搞的 這是一個第三方的組織 我覺得算是搞到有聲有色的 而為什麼這個比賽會主流呢 其實一句一句說完 好玩一點 不是好玩一點 好玩很多 而我甚至認為 官方的比賽 應該要朝這個方向去發展 因為The Sealth League已經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給官方看 而我們之前也有跟NG 即是我們卡比日報幾位厲害 也有跟NG的高層 開過會去討論這件事 而當時我們卡比日報 和那個跟我們開會的NG高層 都同意我們這個說法 應該要像The Sealth League的玩法 那樣玩的 那個官方比賽 但我相信 因為NG其他內部的人 不思進取 沒有用 垃圾 藥紙 沒有腦 等等的原因 最終是禁止了 所以現在官方的PVP賽 就是你們現在可以玩到那個玩法 現在你們可以玩到那個玩法 假設你不知道 就是怎樣 總之就是 沒有什麼限制 你喜歡出什麼精靈 就出什麼精靈 我這樣說 你玩習慣正傳的話 你會覺得 沒有什麼 一直都是這樣玩的 因為正傳也是這樣玩的 但是 Pokemon GO 或者The Sealth League 搞的比賽 那個厲害的地方 就是 它加了很多限制 加了很多限制 反而令遊戲多姿多賽 這句說話 表面上是矛盾的 實際上不是 聽我說的 因為 如果你沒有任何限制 其實 大家出的精靈 是差不多 一定是出最厲害的 那幾隻 不用問 一定是超夢夢 噴火龍 蓋歐卡 那些一定是出的精靈 不用說的 但你加了限制之後 你看一下 現在畫面 左上角 有一個選手 叫迪比亞魯 有一個選手就是我 對吧 我們出的精靈 很奇怪 大腿尿 大口腹 大鋼蛇 沙漠蜻蜓 這些 你是想像不到 會用的精靈 但是 在這個比賽 在這個限制 這個叫做 猛毒杯 Toxic Cup 其實他們都是主將 為什麼呢 我可以一起看一下 這個畫面 最左下角的位置 有一個 Tick 有一個交叉 Tick就是可以用哪些 屬性的精靈 交叉就是 這些精靈是禁用的 例如 熱帶龍是禁用的 好 你要知道的東西 到這一刻 就已經夠了 我們不如直接說 精彩的地方 就是為什麼那個比賽會好玩一點呢 那個比賽的形式就是 大家預先可以選六隻精靈 我選六隻 對方都有六隻 而開戰之前 大家可以互相看對方的陣容 然後大家會派三隻精靈到場 打一個就是三盤兩勝的比賽 三盤兩勝的就去下一回合 好嗎 好 這件事是緊張刺激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是講大家對精靈的了解 你組隊的平衡程度 以及是很講戰術的 好 有很多東西 鏡頭前面 待會你是看不到的 鏡頭後就是什麼呢 好 現在這個猛毒杯 你看到左邊的規則 就是蟲系 毒系 普通系的精靈 等等 出這些精靈 這些精靈也是很多的 可能是說二三百隻精靈 就是符合這個規則的精靈 在二三百隻裡面 你先要對精靈有認識 有知識 Pokemon 跟正主不同 一些技是不同的 OK 你要知道哪些技是會比較有優勢 比較有優勢 可能就篩走一些 可能篩走一些 剩下二十多三十隻 就是有用的 OK 在二十三十隻裡面 你要組一隊 六隻精靈 為一隊的團隊出來 而這一隊的人 理論上 或者理想的 可以組成所向披靡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 賽前前期的時候 很好玩的地方 剛才我講到好像很複雜 但其實大家不用怕 往後的節目 我會繼續教你 怎樣用電腦去幫助 網上有些資源 很容易幫你 就是篩走一些 就是去做篩選的 但最後你要下場選 都是要靠你自己去選 例如 迪比亞路和我的團隊 都有少少差異 你看到 不是完全相同 好 這就是前期功夫 好 然後到埋牙之前 我去看迪比亞路的隊伍 我透過看他的隊伍 我就要去做戰術上的判斷 我習慣是怎樣去做戰術上的判斷 就是 我會想自己最壞的情況是怎樣 然後我又會再想 就是 我在這個最壞的情況下 怎樣才可以反敗為勝 那我判斷到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在我的團隊裡面 我叫這隻水老鼠 不好意思 它真名字 我中文名字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有一隻水老鼠 而我遇到最壞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 我遇到對面的天狗 這隻 這個是我會遇到最最最最壞的情況 如果我水老鼠 對到其他人都不是太害怕的 不是太大問題 這樣 然後 我就繼續想 既然我最壞的情況就遇到天狗 順帶一提 假設你不太明白 為什麼這是最壞的情況 因為天狗是草系精靈 草是黑水的 換言之 天狗是可以打死這隻老鼠 很輕鬆的 OK 然後我繼續去想 如果我遇到天狗 那怎麼辦呢 我會選擇馬上換一隻大腿鳥 去戰場 因為大腿鳥 其實是一個 我們叫做save switch 什麼叫save switch 安全換人 就是你把一隻精靈出來 這隻精靈是安全到怎樣呢 就是 基本上是打你對面的 就算打你對面的東西不死 都可以跟你五五波 對於我來說 大腿鳥是一個save switch 因為大家可以看看 大腿鳥打贏天狗 大腿鳥打贏毒蛙 大腿鳥應該五五波 甚至可以 贏 贏不贏得 應該贏得 贏得大學福 大腿鳥可以跟貴虎打成五五波 大腿鳥跟水老鼠也打成五波 大腿鳥是全打的 大腿鳥最怕的是什麼呢 就是怕他這隻龍王蝶 好像叫做drapion 因為drapion是有兵技的 你知道兵是黑大腿鳥的 對嗎 而最怕就是 只不過是怕drapion 我繼續想 如果我換大腿鳥去戰場 我對他天狗 他天狗走人 他換一隻drapion 這也是一個很壞的情況 我會怎樣應對呢 我的應對辦法就是 我的大腿鳥 出一次大忌 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 在你換了人之後 有看過之前的節目 或者你有玩 你也知道 其實你換人 你不可以不斷狂換 換完又換不行 譬如我最初出水老鼠 跟著我水老鼠走 我換大腿鳥下場 大腿鳥要在場上 60秒 他才可以再次被換走 ok 然後呢 而我每出一次大忌 大概是10至15秒時間左右 再換言之 就是你大概呢 你出4次大忌 那你的精靈就可以走人 才可以走人 或者你越精靈你就在場上等死 ok 好 大腿鳥我的戰術是什麼 就是如果我遇到他的龍王蠍 我大腿鳥做的事情 就是不需要害怕 有他龍王蠍打死我的大腿鳥 但是我的大腿鳥 必須要出一次大忌 而出大忌的時候 龍王蠍擋 那他就沒有了一個盾 龍王蠍不擋 就到龍王蠍死 因為大腿鳥的攻擊力 其實是很強勁的 在這個遊戲裡面 ok 那這就是我的戰術 那為什麼我只要出一次大忌呢 因為我理論上 我能做到兩次大忌 但你正在看片看到 我不會出兩次大忌 我只要出一次 因為我要剩下一點時間 讓我這隻水老鼠 去吵氣打龍王蠍 因為龍王蠍是兵技 水老鼠是水系 水系不怕兵 所以龍王蠍怎樣打水老鼠 水老鼠理論上 都不是很害怕他 那麼 我水老鼠就用西技 去殺死他那隻龍王蠍 然後我水老鼠就會吵了很多氣 吵了很多氣 可以出一次半到兩次大忌 所以水老鼠基本上都很屈肌 也會所向披靡 在遊戲裡面 這個就是我賽前的部署 剛才大家聽到 我這個部署 基本上是把自己 立在一個不敗之地 為什麼呢 因為最壞的情況 我也能應付到 如果不是最壞的情況 例如我對著你其他 例如水老鼠一開始 對著你的龍王蠍 其實我不用怕你 我整場牽著你鼻子走 或者我水老鼠對著你的大學復 我都不是太過輸蝕 總之水老鼠對著什麼 都是很有好處的 對上面的事情 水老鼠唯一就是怕他 我也解釋了 我會怎樣去應付 這些全部都是前期你要思考 或者你要部署的事情 要思考多久呢 不知道的 可能是幾天 可能是幾個小時 但是你在比賽的時候 理論上你只有5至10分鐘的時間 思考 這個就是比賽之前的思考 或者戰術部署 這個是很好玩的 還有我剛才說到 被你兩天想 你這樣頂 你這樣一定想到 不好意思說了頂 你這樣當然一定想到 比賽的地方就好玩在這裡 你要在很短時間內 5至10分鐘 你就要做到一個最佳的判斷 難就是難在這個位置 好玩也是好玩在這個位置 高階的選手 往往可以在很短時間內 分析到整盤戰術 這些全部都是很出色的選手 我是未做到的 當日呢 因為現在有肺炎關係 當時還是有 這是三月的比賽 順帶一提 我是有兩天時間去思考 因為當時是兩天打一回合 現在還有這些兩天打一回合的比賽 我用了差不多兩天時間 48小時的時間 就是想足兩天 我去想出剛才的策略出來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馬上一起看比賽 好嗎 我對著一位意大利選手 就敵給阿魯 那我出水老鼠 果然對方就是出這隻天狗 我亦知道一隻 對方的天狗 他出三下細技 他就會出到一下大技 那一下大技 就是一個草系的招數 是可以幾乎殺死我的水老鼠 所以我的安排是怎樣呢 就是我等他先出三下大技 然後我先換一隻大比類 去吃他這個草系的大技 希望我戰術成功 一下 對方兩下 對方三下要走了 好 對方四下 對方五下 他都不出 那不要緊的 他不出大技 他留回來的 那我都不差的 因為我自己都存了一些氣 那出什麼呢 出龍王蠍 非常好 那大家留心 那我回回一點點大技 好 那我是有兩招大技 右邊叫Areal Ace 左邊叫Brave Bird 那你見到就是 Areal Ace 是先儲氣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Areal Ace正常而言 就是 他的攻擊力是弱點 因為他快點儲氣 而Brave Bird 是強很多的 所以我是等Brave Bird 而且大家也聽了我講 我只是會出一次的大技 對著這隻龍王蠍 所以我一定是選最強的Brave Bird 因為打中他 就扣他很多血 打不中他 都會浪費他一個盾 所以我不會出Areal Ace 那麼蠢 那我出Brave Bird 你見到就是馬上出 任何情況都對我有好處 他開不開盾 對我都有好處 看看他怎麼決定 我現在把壓力交給迪比亞路 迪比亞路選擇了開盾 不要緊的 開盾 因為這個都是原本我預期 還有大家看看 剛才我出了一下大技之後 現在那個鐘在右下角那裡 你見不見 剩下的就是接近用了一半時間 因為剛才換人的時間都有點差異 別人不是馬上換人 所以現在的時間都是正常的 現在大家還有 現在還有40秒左右的時間 我帶給你留在戰場上 然後我不出大技 我忍住不出 有他打死我 他竟然出這一招 他打我不死 我繼續忍受 不要出大技 我死了 好死了之後我就出水老鼠了 現在我的水老鼠 你看看右下角 這個畫面看不到 等一下 死了 好 然後我的水老鼠落場之後 現在是接近過了四分三時間 我大概有15秒 多一點 我大概有20秒至25秒時間 我的水老鼠可以留在現場那裡放棄 而我水老鼠現在要做的事就是 水老鼠死人都不要出大技 我要留一些氣來打下一隻 因為我現在只靠細技 都夠殺死這隻龍王蠍 你見到他扣得好多 扣得好快 然後我也知道龍王蠍的大技 對我的威脅不是認真大 所以我不擋他 你見到是扣很少的 我繼續出細技 忍住 不要放大技 千萬不要放 忍住 現在是吵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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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這些都是你對精靈的 或者遊戲的知識 那個知識都很重要 所以不只是戰場 你鬥那兩分鐘的比賽 因為 為什麼我這麼大安置 可以這麼放心 我不開盾去擋他呢 因為我的知識可以告訴我 或者經驗告訴我 他是殺我不死 他是不足以殺死我 所以我不需要浪費盾去擋他 好 繼續 好 現在就殺死了 你見到就是 我的水老鼠 是儲了接近 已經超時了 是超過了25秒 儲了30秒的氣 什麼意思呢 我的水老鼠 分分鐘可以連續放到兩下大技 現在我的水老鼠 是對對方有極大的威脅在 因為我有兩下大技握在手 好 看看對方出什麼 現在就等了 因為他大概有十幾秒時間 那我就不等了 我不管他出什麼 我都出了一下大技 那我就出SERV 他打他的天狗 原來他出天狗 他擋了 擋了就好了 走 因為水老鼠不能留在現場 因為水老鼠是很害怕他的天狗 然後呢 現在這個情況 對我都是少少不利 因為呢 雖然我的三個蜻蜓是龍系 但是呢 他其實很害怕的水 因為你看到 我的三個蜻蜓是很快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三個蜻蜓還有地系的屬性 所以中和了 變了水打下來是Nutral 而水槍的攻擊力很大 但是為什麼對我仍然有好處呢 因為你看到 他現在是沒有盾 我的三個蜻蜓是有兩個盾 所以我不是認真怕他的 而呢 我那個三個蜻蜓的攻擊力也非常強 你看到就是龍爪 加上龍系加成 扣他也很多 你看看 扣了差不多一半 很多 出大技 不需要擋他 還有呢 這個三個蜻蜓是全遊戲 這遊戲是儲氣最快的精靈之一 所以我很快可以出第二波的攻擊 看到嗎 我三個蜻蜓已經儲定了 然後呢 這裡也是一些技巧來的 等一下 我們看看 我擋了他一下 衝浪 擋了他一下serve 擋完之後呢 看著 我明明可以馬上出多一下Dragon Claw 但是我沒有這樣做 你又會問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現在馬上出Dragon Claw 我就是蠢的 我馬上出Dragon Claw 我就很快殺死他 我很快殺死他 他的天狗下來 那他的天狗就可以吵氣 因為 因為 我未必馬上有大技打 那隻天狗 那隻天狗如果能吵氣的話 他的天狗是非常之惡的 因為天狗在遊戲中的攻擊力 是數一數二的高 所以 不可以給他天狗吵氣 我要盡量讓他天狗吵氣的機會 是很少 不多時間讓天狗吵氣 那這個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 我憑現在這一段時間 盡可能去硬吃 水老鼠的攻擊 然後呢 憑水老鼠攻擊我的時候 他幫我自己去吵氣 那所以呢 而且我知道呢 水老鼠剛剛出完大技serve 他有久都未出到第二下serve 那所以呢 我就現在吵氣了 不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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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他出到serve了 我感覺到是 其實我是 我大概數多個時間 但是我現在幾個月沒有玩 我忘了 有個秒數的 我忘記是五秒六秒 就能出到一下serve 總之我當時是數著的 那他臨出到serve之前 我就不讓他出 我馬上殺死他 看著了 我就殺死他 殺死他 對我也是 現在呢 我是很難輸的 因為你看到就是 我現在有隻吵氣 殺死他 看著了 因為呢 現在我只是對著他 是一隻天狗 我現在有一隻吵氣的水老鼠 還有我有一隻吵氣的 沙漠青蛇 我兩下大技打下去 他是不能不死的 他的天狗 看著了 原來他的天狗也吵到大技 那不要緊 我盾了 就擋他 擋他 擋他 然後呢 到我出大技 出完大技之後 我這三個七人還有很多血 是不是被他打的 打完之後 他就會吵到氣 所以我立刻走 我換水老鼠 下場 欸我沒有換 我沒有換 我沒有換水老鼠 下場 OK沒關係 因為正常我可以 換水老鼠下場 馬上出大技 而且你看到 他瘋子是瘋子 他就是會吵氣很快 我水老鼠應該吵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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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氣多到怎樣呢 我的氣多到兩招都出到 Hyper Fang 和 Surf 都出到 所以我從頭到尾都是勝券在握 所以水老鼠就出了大忌打他 雖然水是不欺負他的 但也足以殺死他 因為當時他都貧血了 我們普遍認為 為什麼非官方比賽會好玩這麼多的原因 因為賽前要學習知識 正式開球前要研究戰術 比賽期間 部署和控制要協調 而且要考技性 要知道哪些精靈已經吵氣 哪些精靈還沒吵氣 然後就打一個即時的比賽 因為比賽是即時制 所以是很緊張刺激的 考知識 考策略 考臨場應變 考反應 考記憶力 這就是我們覺得非官方比賽好玩的原因 如果你玩官方比賽 大家沒有限制的 隨便出三隻出去 所以可能是有技術含量的 但不高 不是太高 因為運氣成份太大 你都不知道對方有什麼精靈 對方剛好嚇死你 你就不用打了 這就是我今天想拍一段長的影片 跟大家說話的原因 我明白這個時間不太好 但希望大家也安全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